这主播在你来看一下屏东的这一场大火的最新情况 目前呢我们可以知道很不幸的消息哦 是有一名这个消防员他在进入场区之后 但是呢因为这个重伤刚刚送医的时候 目前这些消息传来是已经确定是不幸殉职了 而另外呢还有四名这个消防人员目前是在医院的急救当中 但是呢很厉害忧心的是哦 还有四名消防员依旧是受困在场区里面 而这一次起火的这个屏东科技产业园区的这间工厂呢 是国内最大的高尔夫球OEM的龙头大厂 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化学药品呢 甚至有传出说里面还有这个天然气 所以呢在这个当时因为这个不明原因爆炸之后 这个场内呢是还冒出了这个白烟 因为有这个化学药剂泄漏 而当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在进入抢救的时候 可能没有在第一时间掌握到场内的讯息 所以呢才会发生这一起重大的意外 而根据了解当时场内呢 似乎是有这个轻钢架倒塌下来 所以呢才会导致不只是这个消防人员 他们自己的员工呢目前呢也应该有人受困在里面 但是这个目前受困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人 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掌握到一个确切的数字 但是呢稍早在7点20分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资料是 送医的就已经有多达74个人了 当中呢很多人是被火烧伤了 但是也很厉害担心的是怕这个火警所冒出的浓烟 恐怕造成这个呛伤了也是很大的威胁 而这一起火警呢是在这个下午5点左右所发生的 当时呢附近民众是看到怎么会有这个厂区冒出了这个白烟 觉得怪怪的所以才会报警 这个屏东消防局获报之后是赶快出动了这个34车 还有66个人前往抢救 但是呢发现这个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外 场内还有一些比较难掌握的这个化学药品 所以呢是不断不断的加派这个人力 甚至就连高雄的部分目前都已经支援到这个6台车12个人 而目前呢火势呢还在现场控制当中 而这一起火灾呢我们也可以知道 很多附近的民众呢也都还蛮担心的 因为有听到这个碰很大的这个爆炸声 说远处都能感受得到 甚至呢还有人说在这个10公里外 都能够听到这个工厂的爆炸声 所以可见当时这个火势呢是相当恐怖的 而我们这个消防人员呢在里面抢救 也冒了这个非常大的危险 而现在呢不但是有一名这个消防员是不幸殉职了 而现在还有受困在里面的消防人员 现在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呢 是首要的当务之急 而附近民众是说当时听到这个巨大声响爆炸之后 还以为是地震打雷 当时呢赶快出去看呢就闻到这个剧烈的恶臭 而这一间这个高尔夫球场 说是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OEM的龙头大厂 而且它在最近几年也都有这个扩大厂区的这个计划 所以想必场内的员工人数是相当多的 尤其在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到这个下班时间 所以这个场内员工人数也会非常的这个难以估计 而且呢稍早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抬出来的员工 也有一些这个外籍人士 他们呢可能收到不等的这个烫伤或者是这个呛伤 目前这个医院周遭的医院也都启动了这个大量伤患的机制 例如呢像是有些人是送往这个屏东当然有很大一部分 受伤的也会送来这个高雄的龙种或者是这个长根 也都会同样要接受这些大量伤患救治 而且在医护方面呢也紧急召回了很多这个医生护士 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一些这个病患 希望能够在最快最短的时间来给予救治 而这个爆炸火警的这个工厂呢 因为是制作这个高尔夫球的设备 所以呢在场内可以预料得到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化学物品 甚至呢稍早的时候有传出是因为这个天然气 有也有这个爆炸的情况 所以这个场内呢可能很多地方都坍塌了 如果呢这个员工或者是消防人员被这个倒塌了 这个金刚架或者是一些这个粮柱给压伤的话 第一时间确实是非常的难逃出来的 现在呢这个不管是屏东县的各个单位 全部都已经动起来希望可以赶快控制住这个火警